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右太后靠拢再靠拢的时候 她的对手丽妃 却因为第一战太子之争 胜得太完美 太漂亮 产生了麻痹大意的轻敌思想 在她的心里 认为自己的儿子 既然连太子都当了 她再当上皇后 那是内定的事 只是早晚的问题了 可是她不会明白 时间在一分一秒的流逝当中 世上的万物 也在一分一秒的 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豆太后的女儿刘彪 主动向丽妃抛来了甘蓝枝 刘彪想把她的女儿陈阿娇和丽妃的太子刘荣 定一个娃娃亲 原因很简单 既然刘荣现在已经是太子了 那么阿娇嫁给她 就是太子妃了 将来刘荣登基当天子 阿娇自然就是皇后了 由此可见 这个刘彪还真是站得高 看得远 把自己女儿的一生都安排好了 一句话 待天之未阴雨 彻比桑土 筹谋有户 可是让刘彪始料未及的是 她对丽妃抛出橄榄枝之后 丽妃非非但没有接过来 反而是出言相信 全女焉能配胡子 当然 丽妃说这句话 也不是什么空穴来风 那是有原因的 刘彪得罪过她 那么 刘彪在什么地方得罪了她呢 原来刘彪是一个热心肠的人 他平时经常帮助三公六院里 那些没有受宠的妃子 去接近汉景帝 有点类似于红娘的性质 也正是因为刘彪的牵线大桥 成妃 甲妃和唐妃 这三朵金花 才得以在种花中脱颖而出 这让心胸狭窄 雅字必报的利妃记恨于心 此时一口回绝了刘彪 只为出一口恶气而已 而刘彪贵为窦太后的唯一亲生女儿 汉景帝的唯一亲妹妹 梁王刘武的唯一亲姐姐 这朵金枝玉叶 别人宠她 爱她 连她 喜她 求她还来不及呢 却不了 她这次放下高高在上的架子 主动出击 她哪料到利妃却来个石板上钉钉 硬碰硬 这件事的结果是利妃很痛快 出了口恶气 与其形成鲜明对比的是 刘彪很生气 噎了口闷气 而作为旁观者的王志 却很高兴 这种高兴 有幸灾乐祸的味道 但更多的是一种庆幸 她在心里边感叹 机会来了 按理说 别人连婚未遂 这跟你王志有什么关系 你为什么暗自高兴呢 王志当然有她的想法 既然窦太后的分量不言而喻 那么她唯一女儿的分量 自然也就不会轻了 按照勾股定理当中的分化原理 要想搞定窦太后 首先搞定刘彪 会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机不可视时不再来 王志马上向刘彪 抛去了橄榄枝 刘彪遭遇聚婚风波以后 自感人格和身心 都受到了严重的打击 正四处哭诉 无非是想挽回一点颜面 而王志及时抛来的橄榄枝 正好让她有了台阶可下 她就像溺水的人 抓住了一根稻草似的 几乎想都没想就答应了 眼看刘彪答应了 王志先是一喜 随即马上就暗淡下来了 最后大有乌云密布之事 搞不清楚状况的刘彪 自然就问庆家怎么了 王志却像花姑娘上轿 头一回似的 扭扭捏捏 一副郁语还修的样子 在刘彪的再三追问之下 王志最后终于是 轻起朱唇 彻尔不是太子啊 将来做不了皇帝 而阿娇生来就是做皇后的命 这样只怕委屈了阿娇啊 王志做了这么多的秀 终于亮出了底牌 狠狠地将了刘彪一军 太子是太子 皇帝是皇帝 自古费力太子的事 难道还少吗 刘彪的回答正合王志的意啊 有这句话就够了 不用再多说什么了 确定了目标 接下来就看刘彪和王志 是如何出招的吧 想必大家都听说过 金屋藏娇这个成语 金屋藏娇 那顾名思义 就是盖一座富丽堂皇 如同金子一般的房子 来供养自己喜欢的娇美人 一般代表男人 对女人的宠爱到了极点 这个故事起源于汉朝 故事的主人公分别是刘彻和陈阿娇 古人对婚姻大事讲究父母之命 媒妁之言 但皇子因为身份和地位的特殊性 他们的婚姻 却不仅仅是父母之命 媒妁之言 而且还得通过皇上之口 因此 王志和刘彪为儿女私定婚姻之后 还有非常重要的一关 汉景帝 王志思来想去 觉得直接向汉景帝摊牌联婚的事 只怕胜算不大 毕竟这样的娃娃亲和直妇为婚相差无几 未来太遥远 充满太多的变数了 可是 现在只有联婚 他才能和刘彪彻底登上同一条贼船 以后无论是暴风骤雨还是阳光灿烂 都不离不弃 王志明白这个道理 所以他自然不会让到手的机会白白溜走的 从沟谷町里衍生开来 同样的道理 要想搞定皇帝 太后是一颗非常重要的棋子 王志是聪明人 他最终自然选择了走窦太后这条路 他选择了定理 而实行的人却是刘彪 这两个人真是分工明确 都说女儿是母亲心头的一块肉 这话一点都没错 刘彪亲自出马 在她的软磨硬泡之下 窦太后最后没辙了 只能回了三个字 医了你 好了 最后就剩下皇帝这一关了 考虑到这一关的重要性 这回王志有针对性地进行了战术调整 因为身份和地位的不同 他不便直接出面参与这件事 还是当幕后推手更好一些 这回在派出刘彪去公关的同时 他还叫他带了两个帮手一起去 大有一三打一的英雄气概 事实证明 安排刘彻和陈阿娇这对金童玉女和刘彪一起去公关 是非常明智的选择 接下来就看刘彪等三人的表演了 一进魏阳宫 刘彪见了汉景帝就大笑了起来 汉景帝还以为时光倒流了呢 又回到了海提时代 他和弟弟妹妹们游玩嬉戏的时光 愣了半天他才问 阿妹何故而笑啊 刘彪却愚出惊人 阿妹不曾笑 啊 你明明在笑嘛 为何说不曾笑啊 与天下可笑之奇事 人人皆会笑 这是人性本然 非真心在笑 所以阿妹不曾笑 刘彪的这番回话 明显带着忽悠的性质 汉景帝就一脸的期待 哦 阿妹见到什么可笑之奇事 说来听听 刘彪费尽心思 打了这么多雅弥 等的就是汉景帝的这句话 这时候躲在他身后的刘彻 和陈阿娇 终于可以堂堂正正的登场了 汉景帝看着眼前这对 手拉手肩并肩 眼对眼心连心的金童玉女 不由得暗暗称奇 一个是他的儿子刘彻 一个是他的外甥女陈阿娇 如果他没记错的话 刘彻今年四岁 而陈阿娇今年七岁 明明相差三岁嘛 看两个人这般亲密的样子 汉景帝不由得嘀咕了 难道流行姐弟恋了 刘彪就问孩子 彻儿啊 你将来想不想娶媳妇 刘彻点了点头 刘彪就指着店内的一般公额 接着问 这些人做你的媳妇 要不要的呀 刘彻摇了摇头 刘彪接着又问 阿娇好不好 刘彻点了点头 又摇了摇头 隔了好半天 终于说出一句 石破天惊的话来 彻儿要是能娶到阿娇做媳妇 将来我一定盖一间 很大很大的金屋 把它藏起来 汉景帝自从见了 刘彪的这个架势 本来早已料之 他的来意了 此时见只有四岁的刘彻 居然说出 前无古人 后无来者的 金屋藏娇四个字 那给人的震撼 是无与伦比的 古人云 上天有好生之德 君子有成人之美 再加上随后 窦太后摇耳朵般的施压 汉景帝最终 无奈地怂了怂肩 在刘彻和阿娇的 婚姻登记册上 写下了一个 大大的懦字 就这样 这门娃娃亲 终于搞定了 而刘彪为了自己 女儿的前程 势必要帮王志 为刘彻 进行残酷的太子争夺战了 队内团结一心以后 接下来就是枪口一致对外了 丽妃 你醒醒吧 别再做皇后美梦了 你就等着接招吧 金屋藏娇的故事 是不是王志和刘彪 共同策划出来的阴谋 今天我们已经 没必要去调查了 总之我们只要知道 骄傲任性的丽妃 因一念之差 而错失良机 亲手丢掉了 到手的双保险 失去了一举彻底 独霸后宫的绝好机会 而被王志后来者居上 成功地捡到了一块 天大的馅饼 这就行了 通过金屋藏娇这件事 直接的后果是 汉锦帝对这个 神珠下凡的刘彻 又看中了几分 他决定来试一下 太子刘荣和神珠刘彻的才能 汉锦帝的做法很简单实用 就像我们今天考试一样 同样的卷子 同样的题目 同样的时间 请你给出答案 汉锦帝出的题目是 你想做天子吗 应该说汉锦帝这道题 看似简单 你只需要答是或者不是就行了 参照拿破仑的 不想当将军的士兵 不是好士兵的原则 我想呢 如果一百个人来答这道题 至少有九十九个人会说 我想当天子 而剩下的那个 即便是嘴里边答不想 但也是属于口是心非的那一种 多半是虚伪的表现 那么好了 我们且屏住呼吸 先来看刘车的表现吧 汉锦帝亮出了考试题目 车儿 你想不想做天子 不想 刘车的回答令人大跌眼镜 他用事实证明 他就是那一百个当中的例外 汉锦帝话中有话的又问 做天子好不好啊 好 刘车想都没想就回答了 汉锦帝步步紧逼 做天子好 那你为什么不想做天子呢 刘车煞有结识地说了 儿臣如果做了天子 父皇就得驾崩 儿臣不愿做天子 便是希望父皇活到万岁 万岁 万万岁 看来这刘车真是天才啊 这样虚伪的马屁 从才四岁多的孩子嘴里边说出来 恐怕就是连大人都自叹不如了 汉锦帝对他的表现 很满意 如果这些考试及格是六十分 刘车无疑可以得到满分一百分了 接下来该轮到太子刘荣上场了 鉴于刘荣是属于那九十九个人之内的 没有什么悬念可言 简单的对答是这样的 荣儿 你想不想做天子啊 想 当天子好不好啊 好 对话到此结束了 刘荣和刘彻第一轮的PK结果 是刘彻出奇之胜 孔荣让梨的故事千百年来广为流传 成了许多父母教育子女的好例子 那大致内容就是 孔荣父亲的朋友带了一盘梨来 父亲叫孔荣他们七个兄弟 从最小的小弟开始呢 每一个人挑一个梨 小弟首先挑走了一个最大的 而孔荣呢 却捡了一个最小的梨子 在大人眼里就觉得很异常了 这不对劲啊 面对着孔荣异常的举动 他父亲就问了 你为什么要选最小的呀 孔荣就回答 我年纪小 应该吃小的梨 剩下的大梨就给哥哥们吧 父亲听到之后十分的惊喜啊 又问 那弟弟也比你小啊 孔荣又说了 因为我是哥哥呀 弟弟比我小 所以我也应该让着他 据历史书上记载呢 孔荣让离的故事 发生在汉朝末期 那听过三国故事的朋友都知道 十八路诸侯陶董卓当中 其中有一路 就是孔荣 而这个孔荣让离故事的原型 是两个小孩不让离 故事发生在汉朝初年 不让离的两个小孩的名字 分别是刘荣和刘渝 刘荣也许是受到第一轮PK 惨败的刺激 急切地找一个对手 来获得平衡 而刘渝就光荣地成了他 蹂躏的对象